最新重磅消息!林首长突然用这招来反击国阵!快看!有没有贪污,到时候一目了然。 林冠英鼓励冰州的西蒙国会议员也公布他们的财产。 City Sanu等社。 乔治市15日讯,滨州首长林冠英宣布,滨州新盟的州议员以及行政议员,将会在本月31日公布财产。 他说,这是州行政议员理事会的决定,在他们任期结束前公布财产。 我们之前已经说过,我们会在任期结束前公布财产。 现在大选要来了,我们的任期也即将结束,所以是时候公布财产了。 他说,西蒙会通过州政府的网站m.gov.my公布议员与行政议员的财产。 这证明我们遵守承诺,这是我们确保零贪污政府的措施。 至于滨州西蒙的国会议员会否公布财产,林冠英表示他鼓励他们这样做。 滨州民联行政议员与州议员在2013年8月6日曾公布财产,以兑现他们的大选宣言与承诺。 28.August 2013 为这不包括滨州国阵10名州议员。 滨州民联政府自去年首开先河,公布滨州首长及10名行政议员的个人财产后,今年在兑现505竞选宣言,公布30名民联议员的个人财产。 滨州首长林冠英于8月7日在公布民联财产后表示,期望往后民联议员可以每年公布财产,因为虽然这是滨州政府的一小步,但却是迈向透明化制度的一大步。 他坦言,针对公布宁联州议员财产一事,确实是面对民联党内及党外的压力,包括有民联领袖向他反映,担心议员的人身安全问题。 他说,要公开所有议员的财产不是件简单的事,因为必须要告诉议员们,是安全而且不会造成任何不方便或威胁的。 他说,宾州是马来西亚唯一领先而且敢供布议员财产的州属,目的是要树立一个好榜样,让其他不止民联州属的效仿,而且这政策也让宾州议员们成为了宾州子民的骄傲。 他希望,往后能够每年公布议员的财产,而不是大选班的五年财公布,而且宾州国阵议员若要公布财产,可以联络州政府,州政府将提供他们免费的审计服务。 他说,议员的个人是经过Grant Thornton会计楼审核,而30名名联议员的个人财产资料将被上载自宾州政府网站www.canam.gov.my,让民众浏览。 他说,目前阶段是要求州议员公开财产,以后再通过让宾州国会议员也一同公布财产,但先从公布州议员财产开始。 他同时也促请首相纳吉及部长门公布财产,马上转发。